關於廢紙回收的問題 大陸山水喉說廢膠廢紙沒有按照標準 我們不入貨 不如年尾才會實行 但已經引起震撼 新聞讀讀 內地早前宣布調整回收物進口的政策 年底將會拒收外地塑膠廢料 未經分的廢紙等等 什麼叫未經分呢 即是他要分開紙皮、報紙、影印紙等等 一有這宗新聞出現後 香港廢紙回收就馬上受到影響 影響就是大陸不收 那你放在哪裏呢 年尾才是 但上面已經收到封印會積存 現在不要運過來 貨櫃不要到 船不要運進來 接著呢 到香港負責收廢紙的單一回收站 街邊很多都有 那些就不收 因為總部不收 分行都不收 已經是昨天新聞說 廢紙回收總工會 那些說 接下來會積壓很多 都不知放在哪裏 然後多數都去堆填區 這件事呢 牽涉很多東西 不過最重要就是 阿亨在說老人家那件事 老人家不知新聞 就繼續收拾 收拾之後拿去交 交之後別人告訴你不要 然後他就說 以前一公斤七毫 我收六毫 五毫 三毫 兩毫 不收阿婆 不收阿 那你想一下 阿婆當然會影響生計 其實他收拾一下 每天有機會收拾到二十皮 那時候有個統計 每天收拾的紙皮 救阿婆吃一頓老麥的特價餐 二十、四十元之類的 好了 接著 沒有得收拾 或者收拾了沒有用 那他們每天做些什麼 沒有了 錢他又不拿縱緩 然後又沒有生計 然後他們便會徬徨 因為他們很怕坐食山崩 又或者收拾那些 可能又聽一點 有些年輕人提起 那些紙皮現在說大陸不收阿 先摘住阿 我最怕是衛生都出現問題 那些公婆可能會推回家 或者推自己露宿的地方 衛生問題 那之後 慢慢會衍生出現什麼問題呢 沒有工作 那人會怎樣 沒有心機 原來他倒閉紙皮 又要拿來補貼 可能是不能動的那個老公 是醫生 你知道每年 去年幾個老人家的醫療津貼 只有2000到4000元 然後又不能累積到兩年 那可能已經那些長期病之旅 那些醫療券已經用光了 靠倒閉紙皮買東西吃 好了 沒有工作 沒有寄託 找不到錢 那就會失望 失望之後就會抑鬱 抑鬱之後 可能有機會他們會想到一邊 人生沒有希望 那你到現在都再不動手 政府除了跟回收商談 大陸是不是真的這樣執行 那如果真的這樣執行 政府是不是有一個配套 可以引入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是自動分子的 紙皮分子 可以分的 或者是立法規定 你們不可以混合 混合的話 犯法拉坐牢 紙皮還紙皮 報紙還報紙 影印紙還影印紙 立法去規管 你分好了的話 大陸就收 如果他不搬龍門的話 但是如果政府不去做這件事 搞到那些婆婆繼續沒法執行 那些婆婆就去自殺 然後就成為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出現 所以政府現在 除了研究 是不是高科技之外 他應該立刻派社署人到處去撈那些婆婆 立刻不需要申請 都立刻派送還給他們 讓他們減少了那種 無助 沒有工作 沒有錢 那種恐懼 這是一個習慣 你突然跟我說 馬會倒閉 我真是跳樓 很悶的 整件事 我想了半天 我在想 我勾起我時看那些紀錄片 那些循環回收業 那些片段 我第一刻在想 究竟香港那幾間大學 那些特別是工程學系 科學院那些 究竟他有沒有做科學院 我舉幾個例子 有一個是在美國 他是專門收這些舊的電池 因為我不記得是碳性電池 還是簡性電池 總之有回收電池 用不到的 總之不是充電的 他只收電池 香港那些環保團體收完電池 我就不知去了哪裏 但是我看那段紀錄片 說美國那些收了回來的電池 他就拆了它 他裏面那些電池的餡 他就有什麼生物分解 提取某一種物質 原來那些物質 可以轉做化肥 接著就放在粟米田那裏 就跟粟米很相配 這是第一 第二 就回收玻璃瓶 有一間類似那些很細型的工廠 他就回收玻璃瓶 之後就打碎 做粉 原來他是混在水泥那裏 用來做廚房櫃櫃的桌面 如果有了玻璃瓶之後 桌面就會很靈感 有一點反光 有一點美感 還有加強廚房櫃櫃櫃櫃的桌面 第三,好像在去年我看到的新聞,這個好像是Adidas 研發了一個新技術,就是回收塑膠瓶 將塑膠瓶溶解之後分解 再不知怎樣的化學程序,即是裡面的塑膠,其實是石油,石油副產品 重新合成它那個分子結構,變成線 織布的線,他說那些線的硬度是跟鋼鐵差不多的 即是膠線,但是它就好像我們普通的那些,三線的質地 摸下去就不鞋的,用來做波鞋的鞋面 他說那個硬度是比正常的棉布,是不知多少十倍的 這幾個例子,第四,日本仔,歐洲最擅長的 就是回收完那些廢紙,循環再用 是做一些貴價值,但是香港始終是貴價值 你說循環再造整個行業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的 也不是的,舉個例子 德哥很喜歡有一個股票,叫李文造紙 李文造紙,他公佈的業績,其中一個關於他回收 不是買新的那些 就是你用回收造紙,他每年是600萬噸 他在大陸製造的 都是在大陸廠的 但是牽涉到,他也要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把廢紙收回去 分類 所以他本身把收回來的那些紙 就再盯上清理,再灌漿 成一大堆程序過濾之後 然後再造紙出來 整間商店上市,就是靠這個再造紙 然後,究竟大陸每年有多少廢紙 在大陸那製造回收 如果一二年數字,你不用怕 我真的做了很多功夫 一二年的時候,全大陸廢紙回收是3000萬噸 只是一個李文造紙都600萬噸 即是佔了五分一 你想想多大生意 所以其實有幾間這些大公司 其實都可以消化整個市場 全部都是大生意 一個收膠,一個收紙 然後交那裏說明年尾不收 然後紙那裏你不分清楚也不收 至於大陸裏面雖然人多 雖然資源也多 你不收都影響到某些 靠在外地 譬如李文那些紙 到時全部都在大陸收 大陸是否真的好像日本做得這麼清楚 都是真的分到三類出來的 紙皮報紙和基本紙 如果不是的話 會很影響它 因為它變成香港人進不了去 它收不到做不到 還是它這個宣佈 其實就好像玩股價一樣 譬如你一間公司 你想入貨 當然是想想辦法 合法又好 壓低股價 然後低價狂數 然後再宣佈好消息股價狂飆 你這樣就賺個差價 會不會它這樣公佈 將香港的廢紙回收業打散 然後就不知什麼 就突然間彈了一樣 大陸現在引進新波技 可以機械性去分類 將紙分類 到時這些紙放進去 它自動一堆也好 它就分開三類紙 引入香港 放在前海區 還是什麼區 密區之類 然後就從而啟動 廢紙回收業 嘩 然後就變成獨屎生意 為什麼會這麼恐怖 誰都知道 香港廢紙回收牽涉的錢 是很誇張的 如果不是 不會有這麼多阿婆去撿 要不就反過來 這些是不是權鬥的 周邊行為 打散靠回收賺食 又是另一個派系的大企業 會不會呢 事出無因 好像封殺東莞 為什麼要封殺東莞 肥料 這個 膠 更加誇張 回收到 再重造 到上市 到成為跨國企業 都有 最重要是整個回收系統成熟 紙也是 你一敢公佈 膠 它不能說 你要分類 因為已經分了 它已經分了 一二三四五類不同的標誌 已經分了 那些是全部成本 他唯有說 全部不收 然後指 你不分清楚 亦都不收 這麼一刀切 這麼凶狠 影響了很大的生意 廢肢回收業 香港那些 阿婆又倒閉 政府沒有人收之後 每個大型超級市場 到時沒有人收廢肢 另外再請員工阿鏗 那些大大隻隻 和晚上十點幾天幫忙搬紙皮 上車車去堆田區 你大型垃圾 棄資要給水 以前阿婆收拾 我省了人 不用搬垃圾 現在全部沒有人收 那我不可以堆在百佳後欄 要再請人去清理垃圾 又是錢 很交叉 大影響 所以環保處 那個處長被人質問 當時 群拉褲脫 我們跟大陸 你先解釋 也未作準 現在恐怖在香港每天 產生廢物 廢物廢字 廢料也好 是很恐怖的 我就是看我兩人家庭 要不要在這時候 你真的截下車 撇除政治因素也好 或者究竟廢物的製造業 再重造 再一個行業 這時候是否真的要檢討 如果你吞 你出不了 還要先 香港有什麼可以做 你不說多 就是看我們公司 每個星期都要扔舊報紙 很多 你就是看 我們一個鐵車 你就是看 那些報紙的量 真的很多 還有這些 這些是珍貴資源 可以再循環再用 整個箱 那個箱是說1.5米乘1.5米 差不多2米 2米乘2米乘2米 一個立方 這麼大的紙 你知不知道 賣完之後 那些報紙 那些報紙 都要回收 要給我們錢 那些錢 是足夠我們全公司 去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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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 叫4次 全公司人吃的 披薩黑外賣 每次四百多元 那些報紙 賣了二千元 所以說香港的狗官 其實我覺得香港是很折奪的 是一個資源充足 富裕 過去那三十年 政府財政健全 有盈餘 起條高鐵加港珠澳大橋 隨時爛你 不知道什麼時候通車 還要偷工減料 流水等等 那些儀位 還有錢去搞其他東西 你試試其他歐洲 因為早前 我看回二次大戰之後 英國的民間生活 那些小小故事 不說多 那時候英國要配給 很多東西百物騰貴 因為不夠資源 打原仗 英國呢 那時候是沿海國家 海產當然豐富 無所謂 去街市買魚 就一定有供應 不過那些麵粉 麵包 牛肉 那些是自己 不是真的這麼充足的 就要配給 重點就是 寫的那篇文 那個人 他是民國時期的 駐倫敦記者 那是說 民國三十七年 民國三十七年 就是加十一 就是1948年 他寫的一篇文 看完之後 他說去買魚 市場真的很多魚 除了魚之外 其他也要配給 去到 他沒有報紙 要報紙來做什麼 包著魚 沒有東西包著魚 報紙是那時候 原來在1948年 是極度珍貴的東西 是沒有 是沒有 你買條魚要包著的 你要自己帶 帶紙去包著條魚 因為他沒有膠袋 他又不像我們中國人 拿鹹水草 鹹水草 你只是看幾十年前 一份報紙 你又多矜貴 1949年 是二戰之後還是之前 二戰之後 打完仗 什麼都炸到希巴蘭 如果之前也有機會 不讓你隨便印報紙 因為有資源在打仗 寧願印那些 在飛機扔下來的單張 希特拉混蛋 大家一起打過去 如果自己浪費打仗資源的紙 那些戰時軍需肉品 印那些什麼 大班日記 那些好東西 那些 拿去打靶 一文 九十八文章 我們跟一人打仗 叛國罪 是啊 浪費資源 打仗期間 所以報紙也很重要 運用的紙張方面 那你接下來 究竟會不會 我覺得這件事 會不會跟施政報告公佈有關 是 會有機會的 會不會又是那些 特意搞一件事出來 然後光榮地走出來 好像他昨天七七出來說 我跟總領事談了 他們會代學生寫信 是不是五百幾個學生 逐個寫 改了名字 是不是 那你又整件事 又未走出來說話 要是 反過來想 是不是在深圳河以北 有些從事做子業回收的人 是777背後的金主 就是這件事之後 現在大條道理 要補貼回收員 就是補貼自己人 你公佈了 拿了二千萬 二千萬出來 已經補貼自己人了 現在已經補貼了 對 對 你公佈這件事 然後 為了香港的環保事業 他講的是環保 大條道理 然後補貼 又派錢 是不是 很詭異 無端 為何會這個時辰 說話 這樣 跟差不多 突然間琴流感 不給雞來 但其實大陸的政策 又不會配合香港 反而是 如果 這個阿亨是不成立的 717大條道理 穿了三點式 好像選港者出來 打著後官說 我跟大陸溝通得很好 大陸是全力支持我們 剛剛暑假他才走完幾輪 好像夜總會走場一樣 有去金浦寨 然後再回大陸朝聖 又說參觀大陸什麼區密區 說到自己是有你沒有我 我才是當時得令 之前那些 你們拍過那些 推車賣紙皮的阿婆阿伯 他們是為興趣撿紙皮的 那些公賊 那些政黨不要緊 你抓過他們出來做戲 何希華那些 老人家很慘 找那些撿紙皮的阿婆做 什麼真實個案 那些 你們拿來申訴了 反映了 做了新聞材料 港台 100毛 或者其他傳媒機構 全部拍過那些推車賣紙皮的阿婆做新聞史 那些 麻煩你們下班 走出去 看看那些阿婆現在不能撿紙皮 究竟會不會 他們不會想太多事情 總之他們會覺得絕望 你們曾經 不要說利用 你拍過那些 即是你關心過他 現在拍完之後 你都應該繼續關心他 麻煩你出去探望他們 會不會這件事 嚇到他們 鼻孔都沒有用 甚至乎會叮噹 麻煩你做回這些 還有你再說一句 你這份狗官 經常叫香港老人家 回大陸養老 何希華這些人 為什麼你不要求777 全民退休保障 老人生果金加碼三倍 還有中援金加一倍 接著 津貼的老人院床位補貼那些 又加碼 為什麼你不要求這些 你反過來要求他們下來照顧他 那個人哪有精力去照顧一個老人家 做照顧者其實都很大壓力 何香明 哪還沒說